字幕志愿者 綁著馬尾的女子 坐在銀行櫃台前 行員們都好緊張 因為他們要勸這位蔡信女子 千萬別匯款 遠景還扳出髮條 在哪兒都擔心 可以去問 我說蔡王女子的 他女兒 他女兒的貴女兒 貴女兒是貴女兒的貴女兒 事實上是真的 蔡信女子 因為他不是 蔡信女子的貴女兒 原來五十歲的蔡信女子 透過了網路 認識一名香港 投過公司的朱信男子 對方說 台灣有個要設置賽馬賭場 想要發大財要把握 結果蔡信女子 就拿出了積蓄九十萬元 急著匯款 警方戳破 這根本就是詐騙 來 退場 目前為止 都還只是一個 創意發想的階段 當初韓國瑜競選的時候 喊出設置賽馬場口號 團隊就已經消毒過 這只是個創意發想 但是發大財 淪為詐騙集團的術語 投資馬場 更成為縮嘴的標的 幸好遠景搬出了 賽馬賭博在台灣 根本還沒有合法 讓女子放棄匯款 順利的保住 辛苦存得 近百萬急需 3D新聞 稍有朱玉榮 開南報導 有史詐騙集團 立場 進一步